我认为富士康这个事情 虽然说是一个单一在一个孤立的厂区里面 所发生的一种明辩 主要当然也就是抗议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厂方在招募新工的时候 他片面的修改了原先的一个契约的合同 等于就是厂方骗了这些招募的工人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风控 造成了这个极大的一种压力 所以听说是一根萝卜可以卖到人民币八块钱 那么一斤猪肉好像卖了几百块的人民币等等 所以人民已经到了一种 完全已经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它是整个中国大陆目前所存在的一种 所谓多发性的一种危机 所一种像炸锅一样的一种闷出来的一个 第一道的一种出口气 新兴之后可以聊远了 接下来我想应该就是会遍地开花 这话怎么讲呢 就是说你要注意 有一个很多的抗议者 你比如说像四通桥上面 那个白布条的抗议者 人们是把它称之为勇士 把它称之为坦克人 类似在六四事件的时候 把坦克拦住的那个坦克人 那么这一次 这些民变这些抗议的这些活动 很多人是把它当作英雄 把这些抗议者当英雄 那么重庆你刚所讲的就是说 中国有个病 一个穷叫做不自由 在我们重庆通通都有了 那个人呢 后来警察是勒着他脖子腰 把他抓走 可是群众是围上去解围 把那个英雄给带走 不让被警察逮捕 所以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人民已经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 要抗暴的一个边缘 所以我不认为郑州的富士康这个事件 只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它会成为是一种传染性的 一种闷牙式的 会在整个其他的城市 会慢慢地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从 如果我们不把当作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我们整个来看 我曾经在很多的文章里面提到了 就是说中国未来的十年 会面临十大危机 这十大危机 但是我们先看看最近三年吧 最近三年 我就总共的统计出 中共的这个所谓的经济的危机 经济层面的危机 至少有15项危机 15项 15项危机 而且它是一种叫做多点爆发的 然后会连锁反映的这样的危机 那么这些危机包括就是说 从第一个就是从失业开始了 从失业开始 然后一直进展到什么东西呢 企业要裁员 企业要裁员 那么公务员减薪 公务员减薪 不只是光是一般老百姓 或者是上班主在减薪 另外一个就是商家倒闭 因为你都没有人来消费 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萎缩 因为大家都不敢花钱 你说像双十一 业绩临成长 而且很多的这个交易的项目 基本上都是低档的 抢菜 抢肉 而且生活必需品的抢购 不是以前那种 这个珠宝钻石的这个抢购 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泡沫化 这个我们从恒大时间开始到现在 那么进出口也在下降 贸易额也在下降 然后顺差也开始端爽 还有股市下跌 还有就是金融脱续 什么叫金融脱续 前阵子停贷的风暴 银行的资金流都不足 负债率过高等等 这个都会产生未来 极可能一种金融的风暴 那么还有财政失血 这个统计局已经公布了 全中国所有的地方的政府 全部赤字 连上海都赤字到18亿以上 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赤字 上海是一个多么繁荣的一个城市 从来没有出现过赤字 所以全中国大陆 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是 财政都是赤字的 那么另外就是外资撤离 那么估计在2022年 就是今年一整年外资的这个撤离 虽然说它是一比一比的 有点不痛不痒的感觉 但它整体如果清空的时候 有一些机构评估 大概会逼近1000亿的 美金的这种外资的一个撤离 另外就是这个外企的撤离 现在包括台乡都想离开中国大陆 那么接下来就是人民币贬值 还有最终就是外汇的一个减少 所以我们这样数一数 一共有15个危机 而且这个危机本身都是相互关联的 你比如说失业了 那么企业裁员了 它就没有利润了 它就会倒闭嘛 倒闭之后它就 营收就会减少 营收就会出口就会下降 如果下降的话外汇就减少 外汇减少就人民币贬值 最后整个国家外汇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连锁性的一个经济的危机 我们讲一件事情就可以 就是失业的问题 失业的问题 因为失业问题本身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 一个萧条的一个后果性的一个表现 它是一个最敏感的一个指标 那么中共的国家统计 它自己都统计 目前16到24岁的年轻人 失业率它是差不多17.8 或者是18点 多一点这样一个比例了 但是这个比例显然是 有一点点造假 或者是被低估 为什么呢 因为农村的今年 它没有算进来 农村的失业今年 它并没有算进来 还有就是24岁以上大学毕业生 那才是真正的失业大军 它也没有把它包含进来 所以根据我多年的一个专业的估计 假如我们用乘数来计算 我认为真实的青年人失业率 至少在25%到30%之前 才能够真实地反映出来 甚至有些个别的大学 在统计他们大学毕业生 在求知过程当中 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 也有显示是40%的失业率 这么高 所以我们先不要讲别的 我们就从个人感受最深切的 这个所谓就业的问题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失业问题 本身是何等的严重了 所以你从失业开始 一直到外汇短少 这一连串的15项的一个经济的危机 都会在未来这几年 它会连串的一个爆发 所以你说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 我觉得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总体的GDP来讲 伦敦经济研究院就说 未来的这个10年 那么中共的这个GDP 顶多是4.5% 不会超过这个一个数字 那么再过10年的话 到了2040年左右的话 那么中国的GDP最多是3% 或者是3.5%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 所谓的第二大经济体 甚至认为就是说 要在2040年 要超越美国成为一个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 我看这个梦想 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了 完全不可能了 所以有人估计就是 2040年的时候 中国的人均GDP 大概只有在美国 2040年的时候 GDP的三分之一以下 所以你不到5% 我们不要讲说 以前7% 8% 就是你连5%都不到的GDP 你怎么可能去养后 这么大的14亿的人口 所以中国大陆面临 就是会有一种温饱不足 养不起自己的 一个中国人的情况之下 甚至会轮到一个饥饿的边缘 你想想看 在这样的一个 人间地域的环境里面 那么有病毒 随时会来侵害我的生命 然后有大白 有警察这样子来 把我强制驱离 甚至我如果有所抱怨的时候 把我绑着 你看那个广州 把那两个女孩子绑在后面 然后跪在那个地上 然后你看那个画面 警察用警棍打人 用喷水器 用辣椒水来对付人民 在这种人间地域当中里面 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下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对于未来中国大陆的前景 是只有失望悲观 而且是乌云满天 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来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 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有值的节目